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去 顾主 拉动 撑住起来 撑住 没事吧 不吃了一个东西 连我们撑住的人都敢抢 敢跟我抢人 没事吧 撑住 没事 这军安城还有如此大胆之人 将军 嫌犯已带到 已经不为了 灵队 就算死也不会告诉你 成风突在哪儿 拖下去 除此 是 向府将 传续暗线 让他今日 切除过的者 一一磨刹 是 我求自为何也要追查 成风土的下 难道他早有风范 城主说那斐驼是 他不是已经 班师回朝了吗 怎么自己可 又偷偷牵回来了 一身黑蒙个脸 怎么看 都是有所图帽 将军印 李影之先行回城 还从我手里抢走细作 这是想造反呀 去 写一篇 李影之要谋害我的习文 言辞越激烈越好 城主英明 来 城主 城主 射补他 城主 去 城主 李影之马上就要入城了 你们还在这里循环作乐 都滚出去 二叔来了 李影之镇守边关三年 坐拥大军十五万 如今带着三万青旗驻扎在城外 城主 可有何应对之策呀 飞 城主 大叔你看 这是有人用剑射进我寝宫的 一纸锡文 一纸 当真要逼宫 您看看这将军印 前真万确啊 还有什么是他不敢的呀 二叔 当初被李影之镇去死的 可不准一个啊 他现在带兵回来了 二叔 您可得帮我想想办法啊 这个时候 就要用一些雷霆手段 雷霆手段 二叔 你这是要尽我这手除掉李影之 你基于我城主之外 还想拿我当枪使 少来 啊 懂了 二叔万走 城主 爹侯爷动手 就不怕他投敌 顾远廷想要的是我城主这个位子 又不是李影之的开城功臣 城主英明 让他们先下手 咱们黄雀在后 去吧 是 都想赌我城主之位 看看你们的金链 城主 这李影之是怎么回事啊 三年前 我副驾和西行 黄阳城就大兵来犯 二叔授意我 离朋友李影之 踩死时欲敌 当时 他一句为自己打算的话都没有 只提出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他说 得胜归来 当面相告 这三年来 我日思夜想 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 他到底会提出来什么样的要求 一定很过分 也不知道 顾远廷那边得没得手 得没得手 不是还有齐太夫在后头盯着吗 林影之杀场上英雄 当这俩老狐狸手下 也不知道能不能落得全是 林影之杀场上英雄 他没死 他这是来杀我吗 林影之杀场上英雄 他没死 他这是来杀我吗 林影之杀场上英雄 林影之杀 朕 桑佛 朗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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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吧 那我就溃灵了 让将军一些回礼 不知将军想要什么 臣想要当年的承诺 要我的命 臣要做城主的君后 什么 还想城主召告天下 明日臣便上殿听风 城主 当真要迎李隐之进后宫 他这是逼我翻脸 他在逼宫啊 故事有条族讯 但居然城主死后 他的军后可想继位资格 大典过后 也就是我的死期 城主放心 臣自幼善毒 只要城主一句话 臣便能让那李隐之 当不了军后 不 我要让他 死 心塌地的当这个君后 习太夫 云贵妃 好好服侍城主 除掉李隐之 早日登上君后的位置 你的福气还在后头 是 舅舅 看机会行事 静后 请宫住者可还称心 想进我的后宫 哪有城主 卸入者独阵伺候一下 本城主泡不及待 看你穿上婚服的样子 小汉算我 你叫什么 这衣服不太合身 我要人去看看 城主待臣这么好 臣替城主化眉毛 大可不必了吧 要的 不要 不要 要的 不要 要不要 手怎么了 激动啊 本城主一想到待会儿的动房花主页 就激动地等 最后不上画眉毛 来吧 最后画的 甚是仙术 这些年征战在外 有很多牺牲了的将士 大都面目全非 都是陈帮他们喜庆迎面 苗眉勾处 阮处 待会儿成亲 董主可别这么激动 łomomoms 我还能夺得着渣脑 这到底是什么毒啊 冲主不是想让林影之 欲罢不能不能自已的 冲便知了一个 让他笑到不能自已的毒 废物 解药 冲主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冲主 该拜堂了 跟我来 冲主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你既然想出我后宫 那就如你所愿 我请君入目 最后 城主命我奉求 君后 久等了 君后 你未免也太心急了吧 我来了 君后在我手里不准声张 来人啊 君后被绑了 林影之 不论你想干事 这一气都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什么人 走开 我可怜得真好玩啊 新魂之夜 惨遭绑架 惨绝人魂 我这流泪啊 大将军居然在城主府内示范 贼人必定有内应 后宫众人必须一一严查 安乐侯 此言何意啊 大将军纵横沙场 身手了得 岂是一般人能掳走 除非是中了毒了 想得城主府的后宫 何来的毒呢 本侯收到密报 有人正亲眼看到 云贵妃下毒 信口雌黄一派胡言 城主 云贵妃对城主那是忠心耿耿 且不可信任 旁人的一面之词 信与不信 城主派人前往云贵妃 请宫一查便知 你 城主 城主 云贵妃不信了 什么 城主 快快 扶我回去 城主慢点 城主 城主 人不在 人在呢 你怎么才回来 城主我跟你说个事 先听我说 启阳和顾远廷 没跟着来吧 没见着 城主 发生什么了 他们已经怀疑是你 对林尹之下了毒绑票的 城主救命 那毒是七阳的老子给我的 他逼我情势的 不过我没用他的毒 我用的是城主让配的药 得 事到如今 这要这事还得我来背 城主放心 不要说死 也是陈一个人死 这人 誓死保城主周全 绝不出卖城主 乖 没白疼你 这样 你打着调查绑匪的旗号 去齐太夫和安乐侯的府上 闹上一闹 我这边 不就解脱了 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我把林尹之绑走这树 果然搞你 城主 城主 大理寺 收到绑匪来信 上哪里有绑匪 绑匪来信说什么 他们要我们 缴纳巨额的赎金 才肯放李将军回府 看来林尹之必定是被你们俩中的一个个抢走 这有任务 查出来 你俩必定都能一个 小 李将军 乃我军安城 功臣 更是我的军后 无论多少钱 都要把他赎回来 那还烦请城主 今晚之前 凑齐一万两 多少 一万两 黄金 我军安城 定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臣民 你俩请我主干 没有钱就 就 各位爱情 为了李将军 这钱 有借 有还 不过 绑匪要求 必须一个人去送书记 这件事情 虽然凶险万分 但是事关重当 我以为 还是城主 您亲自去送媒陀 我 我 可我 老陈以为 安乐侯奖的 极是 你不是扶他谋财 还准备害命啊 好 你们俩给我等着 城主 城主 钱借来了 城主 这是陈 从各个大臣家里搜刮来的 您看 足足一万两 明影这到底落在谁手里了 这一万两到底是谁要的 我正要到侯府庄绑匪闹上一闹 那封信做到大抵寺了 城主 您看 这银票 到底还送不送啊 送 那真要就这么给他 真当我是冤大头啊 拿着 城主 这是什么 玉水不化 沾衣极透 绑匪只要碰上他 就逃不出我的五指山了 就逃不出我的五指山了 如今放下 李影之 弄了半天原来你早就逃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首先放下 李影之 闹了半天原来你早就逃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要见人 那你回去 自然就见他 你最好别骗我 李影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决第三尺 要把你挖出来碎尸万段 想不到城主还是个情主啊 他可是我最安成的脸面 一个脸面而已 只这么多 你管我脸面值多少钱 拿钱放人 让我看看 王匪的尊业 你变我一次吧 说谎也要靠谱点 你真当我傻呀 姓子 明年的今日 就是你的忌日 这又是谁的人啊 让杀谱请自他终于出现了 如果你再给我交一个手机 我或许可以救你一条小鱼 想得美 我死到临头了 还想着乱生意呢 你们两个 都要地府里伤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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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怎么 楼主 楼主 城主府西坐已经现身 但其人十分警惕 逃脱了相将军的追击 还要劳烦楼主 在此地多留几日 查一下 谁带人 是 他怎么办 这个祸 我先带走 嗯 来人 下边小孩办成所啊 救命 别喊了 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是你 我书筋那已经给你了 你还帮我做什么呀 一点这道德都没有 之前的书筋救了你的命 现在你在我手里 你还欠我一个书筋 是 是 是 其人大师 我给你骗了 你杀了我吧 给我个痛快 想死 想死 那也要等我事情办完之后 你想干嘛 劫财都好说 劫色嘛 也不是不可以 做梦 哎 亲本家人 奈何做贼 实话实说吧 你没杀了一只吧 我杀没杀他 你如何都知 你能在城主府绑走一个人 哪怕绑走的不是君后 是随便哪个下人 那也说明你不是普通的绑匪 你在府中有内应 朝中有势力 哦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是何方势力 皇叔派 太傅派 成主派 现在又多了一个将军派 不知好汉 属于哪一派啊 不管哪一派 谁都不会愿意在这盘乱局中 替对手 扫瓶敌水 更何况 李一支手下有十五万兵马 谁能保证 从他手下夺下兵权呢 除了天资惯人的本城主 分析得不错 不要再分析了 怎么 要办正事吧 来吧 居居 要不然把你舌头割了 李一支啊李一支 看不出你还会害羞 把你舌头就倒倒了 哎 你舌头太晃了 我睡不舒服啊 我口口我要喝水 你 就这么想见到我的脸 迫不及待 城主对谁都是迫不及待 哎 你要去哪儿 事情已经办完了 明天会让人来尽他 李一支 那 你把李一支给我放了 站住 就凭你 还想跟门斗 李一支到底图谋本城主 什么呢 也不知说 怪人甚得慌 嗯 怎么把你给绑了 冤枉城主啊 我权杀 绑得好 他犯了什么错 都不说话什么意思 你想做什么 军后被绑案水落石出 一干人犯均已辅助 回城主 当夜事情 是这样的 先生 此事不对 打开麻袋 殷民正身 果然不是李一支 中计了 快走 这人怎么办 杀了 等一下 我哪儿当朝太父齐阳的外甥 那又如何 你等 敢冒齐险 绑架李一支 不就是怕大军 露入故事之手吗 若是杀了我 城主御礼将军大婚集成 你们还有什么机会 放了我 我明白了 林斐然定是被误认为是军后绑子 绑匪一箭锁绑妃人 就将其放了 斐然 本城主的推理可算精彩 城主用名 对就行了 上副将 如今呢 本城主已经肝冒齐险地 亲自送到绑匪手上 你与其在这里审我的妃子 不如抓紧时间去追绑匪 把淑金追回来 还不给云贵妃松绑 等一下 请问云贵妃 你是如何被误作军后绑走的 云贵妃不说 我替她说 军后 城主命我封酒 当夜 军后正是喝了云贵妃亲手送上的酒 这才获您备 好在将军早有防备 绑匪将云贵妃误认为军后绑子 来走 而替绑匪在府中疏通之人 正是齐太傅在府中布下的补现 这是无中生有 郑主 这是欲诈之罪呀 这个就是当夜云贵妃亲手送上的酒杯 其中药物与云贵妃住处参与药物比对便知 府中细座均已移交大理寺行训 供辞稍后呈生 现下人赃并获 你还有什么要抵赖的呀 城主明鉴 老臣对城主的忠心那是天地可见哪 还望城主念在昔日的情分上 饶贵妃一命 本城主倒是不明白了 云匪燃盛闯在身 何须争宠 倒是太傅 家书马不停蹄地往后攻速 不知道的 他以为您多思念外甥 太傅文笔也是一流的 不如我拿出来给大家念念 这书信都在云贵妃房中 我这就派人 来人来人 千万 老臣明白了 事已至此 赶紧成主允许 老臣告老还乡 太傅果然失明大义啊 来 不过呢 本城主也不是不孽旧情之人 云匪燃侍奉我多年 不如依旧留他在府里 多谢成主 太傅也不必还想 刑部大牢为你扫出一间干净的 哪人 将此人拿下 是 成主饶命 成主饶命啊 成主英明 府中替绑匪疏通的细作都查清了 那真正的绑架之人呢 属下亲眼看见 他进了 安乐侯府 一定是那齐阳老贼 欲掩人耳目 再一次嫁祸本侯 自然 贼人狡诈 或是故意进安乐侯府 拦住追兵 一切还以大理寺 承茂的口供为主 唉 本城主累了 那走回家吧 告辞 军后呢 李将军在大殿候你 怎么没人管我 来人哪 军后无恙 成人很好 你刚尝出了七太夫 就做成主的位置 这是给我示威啊 来来来 让我看看这黄金比例的身材 你看看 你看看 几日不见 清潜成这样了 到底是受了什么罪啊 军后 臣听完城主舍身就沉 臣甚是感动 城主对臣真是情真意气 要不 一起接接 太急了 坐不下了 不急不急 军后真是不知道啊 几日不见你 我内心饱受摧残 为了你 我亲近国库 就是为了这举暗其美的一天 我们一起 绝临天下 借我的书金 是从国库里借弄的 还有百姓重仇 那城主打算怎么还呢 这 先不聊这事 我们先聊聊别的 合适 正事 嗯 还问我钱怎么还 不都在哪儿 你个宝费 军后 果然角色 那今夜本城主 就不客气了 新人喝过合金酒 子孙满堂 天长地角 云贵妃的酒 李某可是尝不过的 凡然也是身在其味不由己 如今城主命我侍奉君后 凡然定当是君后为天 君后若宜心这酒 凡然便替你喝了 来 来 君后好酒量 合金酒也是你可以带喝的 还不退下 是 臣这就告退 祝城主与君后干柴烈火 初次成亲 请多关照 本城主 美不美 美不美 够了 你醉了 我没有 古镜子 你还不知道这金粉是什么吧 这是我独能研制的追踪粉 恨过赎金的 都会被标记 绑匪就是你吧 你说是不是 绑匪是我 你能如何 来人 在 我知道 这是云飞上的不止齐阳一个人 齐阳现在在行部大陆里 那另外一个人就是 把门关上 城主骁勇无双 可喜可贺 城主好演技 彼此彼此 就凭你 还想跟我斗 李彦之 你要干什么 你用十五万金兵逼婚 如今却不和我正经洞房 让我看得见摸不着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你应该静醒 我有十五万金兵后盾 求的只是君后的位子 而不是城主 你 你还想窜外不成 眼下 我只想坐稳君后的位子 所以说 你今天晚上就好好跟我同床 要不然的话 我这君后的身份 早负重啊 也不是不行 你先松开我 松开你 我怕不安全 你 你放肆 我是君 你是君后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哦 李 李 李狼 你好好睡 我一定不会对你有非分之想的 我怕你 你不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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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羞了 不是吧 真的是弟子 没事 想做军货还不简单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本城主慢慢教你 谁教谁 我不一定的 李影志 你逗不过我的 城主 最后邀您去赏花 赏花 城主 你来了 来了 坐 这个 是承送城主的礼物 我好喜欢 来 朕帮你带着 好 来人啊 有刺客 完了完了完了 怎么办怎么办 李影志这个坏人 当了最后都不让我碰 他这是打定主意 要杀军篡位啊 赏花是吧 你给我等着 今后 我来陪你赏花了 一人一束 赏吧 你要干嘛 你这样不计头盔 在战场上 我不过半日 这样心 便可多会半日 半日 有我在 便是半生 他这是在跟我告白吗 守护我半生 李影志 这是对我有意思 城主 不好了 要死啊 叫这么大声 李影志号召把关 必能还债呢 果然最多男人心 书记还不是为了 书你性命才借的 我知道 你知道 知道你还煽动群臣 找我讨债 全臣就是我煽动的 你 可你不该跑 国库空虚由来已久 城主何该趁此机会 一举清楚 而这借钱的不是你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你上任三呢 国库里的钱都去哪儿了 你心里没点数吗 钱 钱 钱 对了 钱不就在绑匪那儿吗 赎金上 有我独门秘制的标记 你无论拿到哪个银行 都对不定 这就不老城主费心了 城主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应付讨债的吧 今后 我们夫妻一体 有难同当 你就把数金交出来 好不好嘛 林影之 你提供机事吧 我要是不打得你 满脸唐花开 你就不知道花 为什么这样 小红 今后口干 城主府内茶水一两一碗 东西会顾 跟我斗 看也能坚持多久 闪花二两 这位客官 住店十两一天 过夜并算 城主 这是不打算顾念夫妻之情的吗 若是有情自然会念 但你我这夫妻有名无实 除非 居后愿意与我落实这情分 又做梦了是不是 好 既然得不到你的人 那就来点实在的 拿钱 好说 大婚匆忙 臣的嫁妆 还未来得及抬到府里 你还有嫁妆 想必应该也送到 那一只 你果真有心 这么多 打开 关上 快关上 他这是什么意思 城主 这满满一箱的刀枪剑 这十八箱 那可就是千刀万剑啊 他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我 要把我千刀万剐 城主应鸣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城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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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今后 尝尝这道浮跳墙 试试这个糖醋鱼 这菜啊 都是本城主亲自盯着后厨烧的 军后赏脸尝一口 品相不错 去无定价 哎 军后说的这是哪里话 咱们都是一家人 先前 都是本城主 托你开玩笑的 军后 莫要往心里去 城主可是收到陈的嫁妆了 茶 陈 城主 白总 城主好像被我弃了 军后怎么办呢 帮他顺气啊 看我干嘛 可是 可是什么 你是他的妃子 那陈可就剑阅了 陈 做不到啊 欲礼欲罚诸后才是起 有生事才 这一生陈真做不得 城主万一真不行了 军后也不将他的鸿骨 所有兄弟说话 够离军后 勇敢地上吧 你 不 城主可是陈的嫁妆 是什么意思吗 军后的嫁妆是威胁 喂 喂 威胁 本城主立你为后的恩德 错了 陈的嫁妆 是为了让城主 不忘这三年来的征战 十八相嫁妆 一百八十柄军刀 一百六十七磅 一百二十只剑 一百三十四个枪 整整三千将士的英雄 这账 是怎么算的 阵前军需减章 阵亡将士的兵器 会留给新兵继续使用 这些兵的遗物 就是为了时刻 提醒城主 切莫谢的 你在这宝座上的每一天 都值得你好好珍惜 提醒我每一刻 都有生命危机 好自为之吧 你这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一百八十柄军刀 一百六十七把刀 一百二十只剑 一百三十四杆枪 城主 记性真好 这得把我碎 吃多少段才算完 军后 咱们现在得罪不起 大臣们 也不能得罪 城主 咱们欠的债 该怎么还呢 名字不行 只能来按他了 按他 怎么办法 如今呢 肯定就在李影之那 但那么多银票 他肯定不可能随身携带 我猜啊 银票十有八九 就在那个相府家手里 他平时又不在军营 我猜他城里肯定有秘密住所 这样 你去宣定向婉庆进宫 我们想办法给他安个罪名 肯定能查到秘密住所 他不是死中李影之吗 肯定看不到李影之受气 我们就想办法激怒他 他敢出手 我们就好办法 很好啊 城主 不错 继续 转个叉 好 城主找我合适 来了 居豪 我这是在后宫美人战 树立你不可动摇的军后地位 都过来吧 那军后 吃个鬼缘吧 吃个鬼 无诺 真是 军后被逐出城乡殿 城主传我何事 忘了 你回吧 走 这是 你走 你走 寒冰 鼻如千山暮雪 不错不错 今晚就你了 今后 放手 也罢 那城主再抓一个 你还想抓谁 那今后今晚可原事情 来 美人 我们继续啊 来嘛 在哪啊 别躲呀 城主这次找我 又是做我更事 向府邬先腾脑 没看这城主就忙着呢 有时 君后与恶嫔妃争宠失败 无缘是起 美人 她哪呢 城主慢点啊 别摔着了 我好画手 不错不错 将军 属下都看到了 她整日这般荒淫无度 您何必在这里受她这等凌辱 不如 让属下 你干什么 回军后 臣兼任起居狼 负责城主军后的起居记录 还是 狼美人承欢 军后 苦闷都着 找到向婉晴的住所了 没有 她武功高强 手下们都跟丢了 向婉晴还挺有忍的 我得给她添麻我 这样 你对外散播 领影之失宠 被打入冷宫 我却不宣向婉晴禁服 等她私闯城主府 我们来个梦中捉宾 城主这是要去干吗 回军后 城主正要去片店看歌舞呢 这么多奏折不批 去看歌舞 劳意结合 放松一下 这是向婉晴离 你这个信号 果然上功了 好美的烟花啊 此等美景 必要与我后宫的美人共享 美人 我来啦 秀来秀成婉晴 是有何事 放心 最后没跟过来 秀行明明是这个方向 谁呢 郑主 今晚安排哪个美人试琴啊 让我想想 安排哪个美人呢 向婉晴藏哪儿了 郑郑 放着军后这种姿色 不如让她来试琴 让她试琴 云贵妃 你是不知道啊 她这个人啊 可谓就是驴粪球 外头王 要不是因为她手上有十五万兵权 谁会爱娶她这样没情调的呀 嗯 你知道吗 她这个人啊 她这个人啊 她这个人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都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郑后失宠 就欲对城主下毒手 当真是寡怜贤耻 不守树道啊 郑后啊 郑后 你的手下如此大胆 到底是奉了谁的命 我没有奉任何人的命 是我自己看不怪的 将军 您别拦着我 你现在已经是郑安城的郑后 只要顾亲自一死 我扛下所有罪名 您便可名正言顺地当上城主 大展报复 孤家 孤家 保护城主 别喊了 今夜守卫已调往前面 相夫教 我先放下 别过来 他们干嘛 要打要杀将军随意 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您受这样的委屈 你这样就是献我于不义 我曾经起过誓 那份遗诏如今就供奉在府里 可是将军 没有可是 我们征战三子 将是军前半死生 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说什么呢 听不清啊 我做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城主的位子 只是为了城主 为了我 原来林隐之喜欢我 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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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这是真的吗 城主 您怎么了 你掐我一下 不 你打我一下 正这儿的 狠狠的 城主不至于 不就是御人不输 娶了一个想杀你的军后吗 怎么好处想想 这居然成哪个男的不想杀你 林隐之 也算是千千万万个 想杀你的男的里最帅的 你 城主 疼不疼 疼啊 那这 不是吗 林隐之对我是真爱啊 他一回城 见我抓奸细当场夺走 是因为喜欢我 他当着满朝闻我的面冰昏 是因为喜欢我 他假扮绑匪绑到山窝 是因为喜欢我 他针对云斐燃见不得我睡后宫 都是因为喜欢我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说 他害羞 对对对 害羞 他这些年行军打仗 终于都是操汉子 像向满情那样的 从没有见过像我 这么有魅力的女人 所以他内心渴望欲死 林隐之 你已经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掌握了你的一切 林隐之 你已经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我掌握了你的一切 你掌握了我的什么 没 没什么 臣有一事 想相求城主 君后这是干嘛 有话好好说 臣想恳请城主 恕了向满情之罪 向满情夜闯城主府 意图行刺本城主 这都不算什么 除非君后 城主有什么要求 林隐之定当从命 君后说什么 本城主就做什么 君后早点睡 城府各大门均已啰嗦 我这就怕云斐燃 亲自护送向满情出府 斐燃 快去 今后 走 我送你回去 城主自重 害羞了 老夫老妻的 怕什么 夫妻也要相见乳宾啊 李继颜 竟慎重正儿后心智 理之大体 当成男女之别 后成夫妻之义 好了好了 我不送君后便是了 今后慢走 又在搞什么鬼 你想到从今晚 到明早都看不到君后 内心就难以接受 那你想怎样 好了 我目送君后回寝宫 哎呀 撞到人家头了 好坏坏 有这想说 我到了 你该走了 顾庆姿 你到底要干什么 李狼 我们再约 太凶了 怎么样才能让她 坦漏真心呢 真是为难 城主 你家的事 搬妥了 城主 就是这儿 果然用城主锁掉 昨夜我尾碎向晚清 发现她并未回将军府 而是来到死处 刚眼先报 她已离开 我们可以趁近去看看 城主 借差医用 城主 这屋子怎么看 也不像是藏着宝贝的样子 奇怪 无论如何 也不应该是女子的规格 现在其为何 大半夜来这儿呢 这里 肯定长期摆放着木屋 进去才为医走 城主 新晚清回来了 书记还没找到呢 城主来不及了 不行不行 打不开啊 不管了 手跟起来 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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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儿 有大门不走 不要爬墙 废坏 要是要黎影汁看到了 我背着她捣通她的小金户 我也想要我们夫妻感情啊 维护夫妻感情 也不能牺牲安全 这点算什么 这个盒子上有机关 里面就算不是熟悉 也有真棒 黎影汁 长主 君后 长主为何一个人 独自坐在墙头啊 一日不见君后 心中思念难当 这才跨坐墙头望夫 长主果然是个妙人 长主你这是真往我头上伤的 好运啊 先生 属下亲眼看见 顾青姿怀抱着一个盒子 有门不走 鬼鬼祟祟爬进了 城主府的院墙 这盒子正像是装照书的 都说我爹走之前留下了遗照 苦不起来 不管死多少人 这份遗照 一定要拿到我面前 可是 现如今城主府被另一只钉得起 我们的人很难再摸进去 我自有主张 于是 静 你 我没事吧 不小心撞到柱子了 柱子 没事吧 谢谢城主君后关心 陈与柱子都无压 来 陈为城主君后倒酒 这柱子 没让你撞开吧 没 柱子做工精良 做工如此精良的柱子 是呢 竟然还为柱子设置了密码 来 静后 若是让你设置密码 你会用哪几个数字 这个嘛 那自然是旁人都意想不到的数字 比如 公主 公主 神主 咱敬你一杯 最后 你还没说呢 六瑶 八宫 六十四冠 无数种变化 用在军事当中 那就如同天上二十八星宿的新卫一样 地上三军八阵 算一连弩木牛流马 还不快记下来 往后军后生辰 就按这个数字 采卖礼物 是 这是什么呀 城主 你能喝完谁 城主 喝喝喝 城主 城主 来 再喝一杯 城主 这是陈的请工 本城主哭了 睡了 睡了 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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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今后的床 真舒服 好适合本城主 城主 这么快就睡着了 他 这是要干什么 难道是要杀我 饿得这么碎 都解图了 别伤了自己 别伤了自己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就认识到那个城主 吗 之前城主流连后宫 从不造朝 如今真是越发其勉了 皇叔甚是欣慰呀 全赖军后贤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赎回军后的银两 可是没有白花呀 只是不知这银两 城主打算什么时候 说起银两 臣倒想问吧 国库的银子是什么时候空的呀 军臣早朝 军后你怀抱牌位 身着校服 是何一呀 臣手上报的牌位 是三年来战死沙场的将士们的亡魂 臣的校是为他们批的 然而战死沙场 岂非死得其所 安乐侯所言极是 魏国魏民当银马隔骨师 可这三年来因为粮草欠缺 药食不足 想赢脱窃 那些出师未结深仙色的将士 又当如何 军后 别抱着袍玉站着来 死水为大 来 过来 将将士们供奉起来 是 县城主 我出生三年以来 军需没有一次按时送的 国库到底是为什么空的 今天 还需要执掌户部的安乐侯 给我一个说法 国库 每一项开销 账策均有记载 城主 您说是不是啊 这些年来 城主充盈后宫 每那一位美人五千两 那一位贵人一万两 那一位废主 二叔 这都什么成年旧事了 您还替他做什么呀 我现在 一心都系在军后身上 道使您 这些年 田妇 颜克 柯捐杂税 都上哪去了 我 还请城主 让陈查账 军后想要查账 我自当全力以赴 城主 军后统领后宫 为故事传宗接代才是天旨 前朝的事 还容不得军后插手吧 哦 若我硬要插手 那我倒要看看 你的手到底有多硬 晚上住困了 再朝吧 此事人后在意 好 皇爷怎么这么大火气 哎呀 先生有所不知啊 今天在那朝堂之上 那李尹之 怀抱着几个亡灵的牌位 竟然要查我国库的账 真是岂有此理 先生 不知 我们投到紫禁社的那些银两 险下能否收回来些 侯爷要是想收回成本 我们自当双手奉上 但朝中大臣 多亦受制于阳高丽 若是我们此刻收手 这些年的心血岂不白费 可这些国库里的账 不轻的话 我麻烦得就大了 哎 侯爷稍安勿躁 李尹只有十五万大军 在郡安城对付不了他们 我们可以换个地方 先生 可有两策 李尹之一步步其下得如此精妙 但顾亲资却就那点出息 煽动他们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你弄我弄一番 我们不就有机可乘了吗 好 我这就差人去做 不 我亲自去做 李尹之的人还在一直盯着侯府 还请侯爷都安排几名弓箭手 听我号令行事 好 聪主 聪主 侯爷来了 顾远廷打进来了 哎 没没没 侯爷一个人来的 请进 清子啊 今日在朝堂之上 二叔失礼了 二叔不怪我家君后就好 打仗的人 心迟口快 再说了 他手里有十五万兵马 那巧一个说一不二 一呼百应 他要是说查账 谁能拦得住他呀 你说是不是 是 是 城主 您在位也有三年了吧 这三年来 我们俊安城 可谓是风调雨顺太太平平的 外界都说养上大将军 可实际上骨子里靠的 还是城主的大器 有格局 都是一家人 谁还不知道谁呀 所以国库这笔账 二叔打算怎么评 哎呀 城主 还望再容我数日啊 哎 不过城主 您新婚燕耳 何不与君后一同寻一个 风景名胜 在如胶似漆 蜜里调油般的 温存上一月半月 岂不美在 蜜里调油 一月半月 那岂不就是 蜜月 二叔这主意极好 深得我心 那这样 二叔 邻居把该平的账平了 该办的事办了 咱们回头见 回头见 想把我制作 我倒要看看 你葫芦里卖的谁呀 今后 我来给你送茶了 今后 刚刚二叔来道歉 说是在朝堂上 对你态度不好 让你万末和她一般见识 呀 君后这是在画什么呢 看得我都想念山山水水了 不如我们趁着新婚 去山界游玩一番 现在朝内 陈安还尚未落定 实在不是游山玩水的好时机 嗯 都是我二叔的意思 他方才来劝我 带君后游玩 每期明曰蜜月 那城主是怎么想的 我的想法嘛 自然是与君后 寻一处僻境的地方 以天为盖 以地为席 远离这些纷纷扰扰 是极好的 君后 好不好嘛 善然有缘 狗急了还跳墙呢 咱们总不能逼侯爷 在居安城里动手 你说是不是 城主所言有理 好 那容我准备一下 准备什么 说走就走 城主蜜月期间 城内暗房不得不加强 况且 两日前 城房图刚刚走漏 容臣画一幅新的 到时候 让城内暗图步兵 这样我才能走得安心些 是的 是的 对了 我想起来了 军后出征这些年 我也曾潜心研究兵法 收藏了很多步兵图 我都拿来送你 好不好 等我啊 军后 我身为城主 对军事甚为关系 这些都是我 潜心研究的步兵图 你 这就是 城主终日潜心研究的 军后 你听我解释 不必了 臣带兵多年 对城房步兵 颇有一番心得 城主还是去准备蜜月吧 像我强 城主既然有步兵图 那还是麻烦一下 城主 来吧 我马上去 军后挺早引火 跟紧开 城主发现 将军 属下无闹 你来说 当日将军 巧识集中计引出幕后主妃 只可惜 被他逃入安乐侯府中 我们的人手日夜定手 今日那人 果然出负 我等本想尾随其后 伺机行事 谁料 安乐侯府中 突然万简起发 可有兄弟牺牲 伤了几个 还挺得住 太可恨了 那人明明就在安乐侯府中 沐远廷如今以其得适 必定找个罪名全城通缉 你们几个还能起来吗 过来 那你还快 快 这是 安乐侯府遇袭 都愿有令 各方城门严价防守 任何人不得进出 有待伤者 一律扣留 跟我赏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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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收场 我等重杀出去 我成功 便当场自己 绝对不会拖将军后退 不考 我出现一开他们 你们找寻机会收场 将军 不能走 我们尸死守护将军 这 说得对 不能走 什么人 抓美男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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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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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还有那个 都不错 风头给我带上来 是 撑住 这些都是猴府的刺客 谁敢带走他们 就是跟猴爷作对 本城主 充赢后宫 为我据安城大统 传宗接代 身弱阻拦 就是对我据安城千秋万代过不去 上来 这边这边 这 这个都快死了你也要 本城主最近 就是喜欢弱不禁疯狂 一边可喜 一边弹琴才有意思 我觉得你也不错 都不然 你也一起上来吧 别别别 我是猴爷的人 上 好 今后 我说明天 我都没有了 我再说明天 我都不想要 我都没有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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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将军当真要与城主二人独自 此刻回城 必定要与顾远婷有个分说 暂比戚风一好 可是 只有将军和城主二人 将军会不会 此刻成中 必定戒备森业 你现在受伤的兄弟们 去军营安顿 沿途再找人接应 地点我已经都标在地图上了 是 是 斐然 我已经成功地让她相信 我们这是偶遇 接下来 再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蜜月 这一路上 都安排妥当了 我办事 城主尽管放心 一切居家旅行必备之物 妥妥装满了一车箱子 保证城主 所向皮米 夜战越勇 这瓶 夜打损伤的 温虫叮咬的 这瓶 是臣最新研制的 无臭无痛 等两个人亲密接触时 才会发作 只要粘上那么一点 那可就是风影无所了 争取这次 顺利把它拿下 是 今后 来呀 见其小事 为了 你的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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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浩 有志浩 有志浩 城主 你没事吧 没事 这是什么 这 这是本城主随身携带的驱蜗药粉 城文在外 难免蜗虫滴咬 军后 要不然我给你踩一点吧 不必了 城主还是留着自己用骨 城主 马车不动了 劳文 城主军后一驾 顾庆子又够什么苦 一直太久听了 我还得想个法子 原来是车文献进去了 还劳烦军后同臣一起推上一推 军后 下半劲 驾 使劲点 驾 使劲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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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救命啊 救命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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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救了我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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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柱 来人哪 成就被军后快走啊 来人哪 这荒山野岭 只有我和军后二人 人家怕怕 哎呀 郑主不怕 即使蜜月 那就应该有个蜜月的样子 从今天开始 木轮面一只天尾盖 低温鞋 没羞没骚地过上一个月 不要了 要的 一点点哦 再多一点 他让我带到荒山野岭来 肯定是要为了跟我独处 那我就好好跟你处一处 哎呀 承主担心 呃 之后 为何会带我来这猪啊 睡觉啊 哎呀 有虫 哎呀 你到底睡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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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想拿我怎么样 你觉得呢 我会拿你怎么样 我 我是城主的人 还有 我的人呢 你把他们都怎么了 一会儿你就知道 知道了 不错 你要拿他给我怎么样 说 你沿途安排人手 是不是为了暗算将军 不说的话 一会儿 就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姿 哎 哎 这个角度看 女魔头 也挺有几分紫色 这家伙细皮嫩肉 我快是顾情姿的重费 硬气勃勃 羞涩可灾 这家伙细皮嫩肉 也挺有趣 这家伙细皮嫩肉 这家伙细皮嫩肉 也挺有趣 谢谢客 请记得 nik 집 好 这草都还真有点硬 其实还真不爽 城主睡得不爽 不过抱着君后 他还挺爽的 我不是调戏你啊 我这是赞美 胜在君后 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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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过人 城主不会说成语就别说 好 城主 能放开什么 行 这个人肥胸 怎么还没来 别难过了 你倒轻松 完事就拍拍屁股走人 我呢 我怎么办 这不是意外吗 我保证 昨夜之事除了你我二人 不会再有第三个人知道 你大可安心做你的宠妃 你懂什么 我的初夜 就这么美了 初 初什么夜 不对 你不是 你不是 顾青姿的宠妃吗 这 女人 你什么都不懂 喂 约翡然 我相亲后可真静 怎么看这么扬眼 只不过 他知道 为啥会喜欢我呢 真是喜从天降 喜出外外 喜 反正他就是喜欢我 出来 是我 别激动 你怎么才回来啊 陈 深更半夜走上了歧途 太可怕了 现在想想都后怕 冲主 你得为陈做主啊 好了好了 不就是走错路了吗 快去卫生 我都快饿死了 是 冲主 继续继继 城主 窗不好了 袁斐然 你没有注意到 本城主不开心吗 你就没有觉察到 什么异常吗 异常 陈 哪里异常 月娥 陈 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啊 城主 本城主说的是本城主 城主 城主 也没有什么异常啊 依旧是如此的 如画思域 药物养威 不会说成你就别说 我问你 军后 到底爱不爱我 城主那么英明神武 师父不爱 军后不爱 除非他下 说实话 军后的心思说实话 真也没他搞懂 怎么 昨夜 又没拿下他 哎 哎 哎 他 人家 人家 这对狗男 叫我弄去 将军 你别拦着我 幸运的这个王八蛋 我真是脑子被门挤了 才会吸你的鬼话 出你脑袋个意 出什么呀 出 出其不意 我是说 顾清姿这门关的 出其不意 郑主不要啊 叫什么叫 真没救 现在郑主 青天白日 不必这样 怎么不必这样 他 他这不是明摆着背叛吗 我这个军后的身份 本来就是为了方便行事 城主的私生活 又无关 更何谈背叛 那也太过分了 在你看来 这有什么过分 属下失探了 正事办了吗 回将军 弟兄们不放心 您单独和顾 城主 城主 在一起 让我留下护卫 不要啊 城主 城主 事为安危 这点拉屎都卡不住 还怎么保护我 我拉城吧 将军 城主背着您沿途布置人手 属下已将其打云 顾情资不必放在心上 重点是地头上标记的地理 只要严加防守 否则 当然是谁欠了生死期 愿于本城主顾错王 太不像话了 对象 是 今后回来了 回来了 那为何不进去 城主 不方便吗 不方便 你说的是云斐然啊 都是本城主后宫的人 何必相处 有什么不方便的 城主方便 城可不方便 军后有什么不方便的 云斐然 云斐然现在 一时半会儿爬不起来了 走 我们进屋一起 不必 军后 真是不开心了 没有 那走啊 一起一起 军后心里可真是在意我的 我刚刚是给云斐然做运动呢 做运动 城主还真是文雅的说法 军后你误会了 我们就是 单纯的运动 不是你想的那种运动 城主的私生活 与陈无关 只要城主你 我答应你 我心里 只有你一个 只要城主的私生活 不要影响到你的脑子 能做一个清醒 认真的城主就可以了 怎么走了 城主 你说 他怎么总是不开窍了呢 你还有别的招吗 陈 当时还有一切 只不过 这次苦的不是陈 怕是要城主 以身设想啊 哎 就这儿吧 这里毛走路很近 我看一下 我不会从这儿摔下去 把酒摔断了吧 不会有事的 陈 永远在您身边 城主 您尽管叫就行了 这事军后 博步一切的英雄救脉 那他一定是 爱城主 爱他骨子里 那 他要是不来怎么办 那他就是没听见吧 城主 您慢点 城主 这里可以吗 非常好 救命啊 救救我啊 不对不对不对 你再叫 伍妹一点 不要那种 生死历劫的 救命啊 最后快来救救我啊 哎 哎 不对呀 气沉丹田 活龙打开 气息往上顶 妈 妈 帮您的 走了吗 救命啊 最后快来救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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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受受不亲的 相不像这是干什么 你问我干什么 那你和顾清兹在干什么 我们 我和城主做什么 还能不能当你打管 先是光天化日之下不要人 线下又跑到后山来装神弄鬼 鱼弄将军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真是枉费了将军一片苦心 相不想 你是什么身份 这种指责是你才说的 你昨夜可不是这么说的 昨夜 昨夜我们都中了名药 不管说什么 做什么 都不能算数 疼 好 救命啊 救救我啊 这个李隐之人是不是聋了呀 怎么还不来啊 袁匪然 你到底有没有帮我找军后啊 袁匪然 袁匪然 该不会他已经去了吧 啊 啊 啊 军主啊 方才那两声叫得好 毕阵 你继续叫啊 军主啊 你怎么不叫啊 军主 你怎么掉下去了 军主啊 哎 本军主还没死呢 你哭什么伤啊 军主别慌 这种案子上来啊 等我 我好不容易摔下来 怎么他自己爬上去呢 喂 听我说 不好的最后 不好的最后 军主 军主他坠崖了 就这儿了 你 你 袁匪贵妃 真是不错 军后反应很快吧 藏的这么深 你到底有什么处 军后警惕性这么高 又藏着什么心思 整个还没来 来了来了 我干嘛呢 好多 那军号我来了 我来了 姐好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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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豪 你来了 你没事吧 重重 这却清谷底 深不可测 没想到半日过去 你还是掉下来了 这半日来 你可还好 不好 我一直在想你 我这不是来了 我来了 就你走了 不走了 那本城主 与君后肩负的使命 怎么办 这使命啊 就在这里完成 从今往后 这却清谷底 顶方此此尊孙 无穷尽 君心意 自我心 喂 你们到底在干嘛呢 磨不唧唧的 算 我还是自己上去看看吧 到底把孤卿自藏到哪里去了 揍揍 你们俩干嘛呢 城主 本城主在崖下多了半日 你们居然在这里 难怪本城主的簪子越带越隼 城主 你听解释 你刚才一直在崖下 不然呢 像我这样姿色固人的娇弱女流 荒山野岭 是连半日 你有没有为我交集半课 有没有想办法营救 我 还有你 说的好了 帮我离已知找来 说什么 让我们与世隔绝 孤男寡女 子子孙孙 结果 我在阳下多了半日 脚都动马了 你们 你们竟然在这里干嘛呢 男人 果然都看不出 君后啊君后 陈以下范上的直言一举 你可真是个木头 城主不会是想和你玩情调 你整什么阴谋论呢你 城主啊你别生气了啊 城主 哎 不对啊 我记得城主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就在那边 有可能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被人惊声了 他不会 他已经去了 我已经 哎 哎 哎呦 城主 你怎么摔下去了呀 城主 城主 喂 问城主还没死呢 你哭什么嗓啊 别慌了城主 这就下去扶你上来 绝后确定 这次不是你的妄想 之前绑架案 有人意图 在顾清姿亲自送赎金之际 给他下手 我曾追查过那些杀手是谁 可是却毫无头绪 我也曾经怀疑过是你 为何太傅倒台之后 你却还可以留在顾清姿身边 我和城主的关系 哎呀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眼下找城主最为要紧 快拿主意啊 军后 城主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在那儿就都不能活了 这事想见 您需找向婉强 在附近宽洞步兵 我去接人 彼此彼此为凭 好 先生 他已承认 老城主留下了遗诏 只是不肯造的内容 那被杀了 任后寻到遗诏 烧了那些 哎 别杀 别杀 我爹早就安排好了 就算你们杀了我 那城主之位 以后继有人 你们却不怕遗诏找到钱 就被公知一众了 别费劲了 我告诉你先生说了什么 别别别别 遗诏我都随身带着呢 随身带着 这个重要的东西 当然是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了 其实一照啊 就在 马车上 走 带我去学 每吃一盏茶时辰 就割他一根手指 是 走 别走别走 这儿月黑风高的 万一你脚相一半 我就前后通透了 哪争都废话 先生说了 一盏茶就割你一根手指 本城主没什么特长 就是看男人在行 刚刚那位先生 身材仿佛 不 确实不曾见过 想必 不是朝堂中人 你一个将死这人 话怎么这么多 小哥哥身材魁梧 想必脸蛋也生得劲巧 反正我都要死了 不如你把命刷摘下来 让我欣赏欣赏 你让我死前 快喝一下 不开 再说废话 我现在就剁了你的手 别动 你看 这不是到了吗 我警告你 别说花招 快去拿过来 我手都绑着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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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气罐如何打开 这样 接号 还有埋伏 过后自己 走进去 小心点 许昊 你一定要撑住 忍着他 许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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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许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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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许昊 顾青泽 马上下马车 我给你个全尸 许昊 我们来世做夫妻 许昊 轮我算 等什么来世 先走马车 震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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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下下安全 我还想发出了信号 关兵很快就会到 这个是蝙蝠 我说好了 离职 离职 我不要蝙蝠 我只要你 离职 你醒醒啊 醒醒 醒醒 离职 道不良郎中了 我自己来 还要下雨 落在天空 云吹着风动 你降落在 我时空 遇见你绚烂如红 奔造已习惯 游离在黑暗中 波澜不经过 晚这一生 淹似人若彩虹 闯进我怀中 第一眼就 心动 你得被我 你还没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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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 没想要 你还不想要 你还没有想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好好休养才是啊 来 芸妃然是奉我的命令 联络我的人来接运 你到底是谁的人 臣 臣是你俩的人 城主 君后 想怎么使唤我 就怎么使唤我 想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刺客是谁的人 你心里可有眉目了 我反复回忆了他的身材 确实不曾见过 好像不是我冒犯过的人 城主 君后别急 我开玩笑的 我真的是不知道 到底是谁要害我 我看那帮人所图 都在那架马车上 那架马车里可藏着什么保护 没什么呀 就是一些药瓶你都看过的 我一派人将马车赶回 城主既也不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 那我便派人好去搜查一份 君后要送马车 还不快去帮忙 这就行 这点小事 就不劳烦云贵妃了吧 怎么能总麻烦君后的人呢 还不快去 是 不是 君后 你知道吗 在你昏倒的时候 我有多担心你 我们俩才刚大婚不久 我真怕 我就这样傻男官夫了 更何况 我们还没有那时呢 如果你伤势还好 不是我们现在就 对不起君后 对不起君后 都是我不好 我发誓 在你伤好之前 我再也不对你忙手忙脚的了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 你到底是真的 还是壮的 其实我现在 越来越了解君后 你半生回朝 不要功名 不要封号 一心加入我的后宫 你为了替我解围 可以 取尊当绑匪 你不怕树敌 替我清理朝堂 还有今日 你舍身救我 林一支 你的内心 我都懂 我都懂 我刚发完事就忘了 等你烧好 对了就好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我 我的心 我怎么跳得这么快 我奉城主之命 帮相互将搜查马车 是烈人言言的 相互将就回去歇着 我奉将军之令 你若想查 我们一起查 你 你不要借着 知物知便 骚扰我啊 小心我禀告撑住 喂 我可没有碰 是你自己说要搜查马车 你请马车 女魔头 你等着 哎 这是什么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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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啊 允菲燃 允菲燃这小子 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盒子到底找到没啊 也不回来知一啥 允菲燃 谁呀这么晚了 这个客栈已经被我包下来了 这里都是我的人呀 莫非是 细座 我都活了 你让我先出去 让我先出去 让我先出去 我先 夏福家 你们 你们 都是我的错 无怨云贵妃 要杀要剐 城主请便 等一下 夏福家 杀你剐你 你得说个明白不是 你深更半夜 纠缠我的宠妃 到底意欲何为 我们 你们 城主 你相信我 真不正你脑子里想的那样 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以死谢罪 请城主 属云贵妃之过 不至于不至于 城主 你就别逗她了 回家 好嘞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 还有 她 她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什么都没干到底是干了什么 你当然说明白啊 就是又不小心睡了 睡了 两次 还两次啊 我 我愧对将军 你跟军后什么关系啊 你跟将军什么关系 没 没关系 我 我没脸见将军了 放下 放下 把刀给我 起来 没关系 你就不用愧对的 我们中的迷药 不就得睡觉吗 不然还要聊天啊 睡就睡了 你要帮我们怎么样 你 算了 从今往后 截身自好 是 这 这就走了 我和城主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算了 记住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轻易自残 女孩子 要珍惜自己 拿着吧 不 不 有 有 不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本承主也是那个人 那你知道本承主 现在想要干什么啊 不是很难猜吗 腿软什么呀 费花那么多 让你找的盒子 你找了吗 没 承主 都说到错 要杀有关 承主请便 救你何兄 依陈看 那个盒子 也没落入另一只手中 要不他走收拾咱俩了 看来 还是落入了 那伙人的手里 先生 先生 顾青姿蜜月遇刺 此事已经动了 李尹之障下 先生此次出门 可听闻些什么呀 这倒是没有听说 不过侯爷 国库的政策 是无论如何都平不了的 侯爷何不趁此时机动手 不宜再躲 可线下他二人 已经躲到了 李尹之大仗之后 此事还是从长计议吧 躲到哪里 还躲得出江湖 先生的意思是 只要侯爷手改 此事我自会为侯爷处理 好 侯爷知不知道有名的所教 好 明日 远柴人 也先手学来 谢侯爷 谢侯爷 云贵妃 可否 借一步说话 借一步说话 要怎么办 那就在这里说 在这里说 那个 城主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那就好 云贵妃今天 气色不错啊 天生丽质 城主 昨天已经告诉我 要我洁身自好 相夫将不懂了 等 等 我就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那夜 是不是真的 什么都没发生 不然呢 你还想发生点什么吗 可 那夜 似已无人 夜风袭袭 我们俩在一起 也还算 暖和 相夫将 我想跟你声明一下 虽然我不是 城主的妃嫔 但我也喜欢淑女 你这样的 跟淑女二字 相差甚远 淑女 淑女 天典哪有这样的蜜月啊 这太无聊了 这可是平符 你说好 连你这连这个都给我的 一定是害死我了吧 可她为何会这样冷我 莫非是养伤的这几天 有了外星 有了外星 连你这连这个都给我了 一定是爱死我了吧 可她为何会这样冷我 莫非是养伤的这几天 有了外星 有没有看到一个妖媚女子 往那边去了 背影真好看 那边 那是军后的房间 别跟过来 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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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军 军后 在藏什么呀 哦 没什么 这是陈寄给军中的信 情书 军后又伤在身 怎么能让你自己动手呢 以后交给我吧 我喂你喝药 这件事情 就不必麻烦成主了 陈又不是藏 老夫老妻的 客气什么呀 来来来来 真不用 不 我就要喂 难道你敢抗制吗 陈遵旨 来 烫不烫 我给你吹一吹 实在不行 我亲口喂你 不必要 这种东西 这自然不是沉的 可能是上个住店的客人留下的吧 那我把它 拿给店家了 劳烦成主了 五支拿走了 成主啊 咱别蹲着了 军后他肯定 早就睡得熟熟的了 不行 我不放心 军后那个状态一看 他心思就没在我身上 成主花容月貌 除非拒捕他下 否则定然 死心塌地的 闭嘴 有排马屁的时间 不如给我盯紧点 是 果然是情书 什么情况 还没出面也就有小三了 哎 你不是说 本成主花容月貌 除非军后瞎了 不然肯定会对我死心塌地 情世不宜吗 哎哎哎哎 成主弄清 你看这地儿 这地儿是不是有点眼熟 想起来了 这个地方 和之前向婉晴藏身的地方 一模一样 嗯 难道是向婉晴 这对狗男女 难怪他不让我跑 又论我他还不够 刚才我也没在底下玩这套 他还挺肥啊 哎哎 回来 桌子桌子 抓索抓索 看我不好过的头发 不是时候 人 什么表 哎呀我一来 你是要这个谁的地盘吗 明智 这个时候还不能来应的 时刻你殊不可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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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军后出轨 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我这不是为了成主名物平王 成主准备怎么承准他们 拐 呃 呃 靖笛 我的菜 不是向婉晴 啊 不是向婉晴 也就是说除了向婉晴 还有个小四啊 来 盛主 忍 忍不了 最后口味病别太重了 来了 放开跑 盛主 你快跑 再给倒着 盛主 你别掉下了 盛主啊 怎么还有个男的 许久没来看你 险些就 这次能够拖鞋 也来由你照应 等我扶他坐稳成主之位 我就退隐江湖 没日与你对应 岂不自在 我去 还有小五啊 将军 什么情况 他手下对这人的态度 比对本城主还恭敬 到底谁才是正事 不 林尹志才是我的正事 你为什么和一三七四七 人寿已经安排妥当 只等三日后鱼儿上钩 三日后 是 等我喝完这杯酒 我就该走了 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与你再对应 把你迷成这样 我倒是要看看 何等国色天香 放开我 我到哪儿去 明明是你来找我 竟然问我这是哪儿 你们宠妃 向来都喜欢玩 这种情调 你谁啊 我 讨厌 又来这一趟 你趁我走 我不认识你 别喊 别喊 将军不喜欢别人来此处 万一被他听到 一心想杀你 我 我也 难不住 你 救命啊 功夫不错嘛 你到底是谁 你当真认不出我 山洞内我 行 是你说喜欢淑女 我才 我 来人哪 去 跑哪儿去了 嗯 这里 造园精巧 将心独运 风雅宜人 真是个夜游的好地方 之后 我们真是太有缘分了 一起走走可好 城主可真是好雅致 到底是谁在出口 哟 那个亭堂 风光明媚 看起来 是一个月下对影的佳境 不如 我们去小坐一下 臣不知道城主是怎么进来的 可此地 是私人府邸 城主还是请回吧 进都进来了 之后这是怪物了 臣不敢 可臣劝城主 就此止步 最后不让我进 那我便不进了 溜达溜达 总可以是可以的吧 我 城主此番遇险 最遭遇了不少罪过 就让臣看到了城主 胆胆心息 是不是在跟我表白吗 好啊 你先遣三三七四七 我再考虑答应 今后 我像来如此 书人都喜欢叫我 宝藏城主 只要啃蛙 顺蛙 之后啊 还有更多机器等着你呢 哎呀 亲都成了 你还搞那么顺眼干嘛呀 我跟你讲啊 只要你把思路打开 我可比外面那些野花 有料多了 真相信 只要城主愿意收受性子 潜于正午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好城主的 哎 说的跟我现在不是个好城主一样 喂 你什么意思呀 莫少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若是君后一心待我 我一定不会负你 但若你到处留情 就别怪我 断了你的情根 此处虽在薛阳后方 但羽龙混在 现在又是夜半更深 往后还是带上云桂妃的 好的好的 找到了 找到什么 星光啊 星光 露在你的眼里 而你 落在我心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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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真 你在向婉晴面前替我说话 你拼尽全力带我杀出重围 还有那次 你我共同躲避追兵 你在山洞里紧紧抱着我的那一夜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在山洞里紧紧抱着我的那一夜 陈竟然做出如此禽兽不输之举 当然了 你想要听细节吗 不了 哎呀 我同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跟你说一说我的 我的心里话 其实我 内心满是欢喜 谢谢你 向我提亲还对我这么好 陈向城主提亲 只是因为 你内心的爱 好了我都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 城主 陈有个不情之情 你说 七夕快到 七夕 就是情人节 陈想要城主 一同去逛街 好啊 我代言你 人手已经安排妥当 只等三日后鱼儿上钩 请问君后 七夕是哪一天 三日后 到时 陈去接城主 嗯 城主 你在说什么 我说 你在山洞里紧紧抱着我的那一眼 怎么了 你想要听细节吗 我说 你 我看起来 这卷不是已经读过了吗 你 你的那些妆呢 属下生来粗糙 图什么也不好看 反而惹人嘲笑 还不如就这副样子 谁说的 军中相来都说 相夫将是他们见过最漂亮的女子 那是军中兄弟没见过旁人 没见识 将军没看城主身边的人 一个个生的那叫一个精致 一举一动 还特别会 会什么 会卖弄姿色 我们当兵的生来就是粗糙 不懂那些虚的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也不会卖弄 你的意思是说 女子 只有喜欢才会卖弄 对啊 女孩子家更是 若不是喜欢到心里 谁会不顾脸面的亲戚 退下吧 最后 实在不行 我亲口给你 不必了 骗我的 一定是骗我的 我考虚她 在我身上 尽 让我 不 我 你 看 我 你得及时吧 金浩 本城主刚刚看你跑得太急 怕你忘带厕纸 要不要给你送点 不必了 这已经好了 这么快 可真是很急 城主 还有其他事情吗 没事 没事就不能和军后 亲热亲热 这光天化日的 城主自重 那日在军后外眨偶遇 军后就一直躲着本城主 不知军后这种行为 是不是心虚啊 城 城没有心虚啊 那你为何脸红了 城 城别起别的 城主不觉得此地 气味浓郁吗 那不如去我房家聊会儿 不病了 城还有事儿 还有事儿 又是急事儿 什么急事儿 我在这儿看领子 城主看不到 这 这 没事儿 军后 你急你的 我就在这儿等你 慢慢来啊 城主 等号呢 啊 最后在里头 让陈加个刺行吧 陈没急 阿金你也急 你俩约好的 不行对不起 城主 军后 我不用十岁啊 大家一起一起啊 人呢 城主别找了 就这么大两地儿 也不能掉下去 行不行 行你个励志 别跑道 行不行 发芯 闻未干 可行 走 了 说 一把那儿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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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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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吗 我看 你最好看 你最好看 最后为何不敢靠我 成祝明艳斗远 这就觉得好眼 最后是觉得我好眼 成祝 我们往那边去看 嗯 吉安 吉安 走走走 我去去就会 怎么样 城主 妆容稳重 一山飘移 一切都很完美 本城主问你完美不完美了吧 本城主是问你周围情况 清风老安心 已挖出故远厅所在 请帮我警察留下 来了 臣 并没有预感到什么不祥 不必控制住不远厅 再下什么妙 是 我看你就不行 他有什么不想 喂 你干嘛呢 你给我站住 这可是系着一对男女情缘的神经 陈就看看 只有我这么喜欢 那我买给你啊 对了 我们也系一个 在这棵树上吧 就在最高处 好不好 不必了 别问他 你等我一下 不必了 金浩 买到了 金浩 金浩 小心 有点 进去 金浩 这是我俩的影院 你干嘛呢 胡青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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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辉 骗你呢 刚刚什么被我拿过了 今后莫花 成竹创的软甲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开玩笑 你凶吗 将军 你带城主先撤 你也走 我来断后 居然进了 这儿呢 还有 还有 这个 郑主 要不要找我难为啊 再等等 刚好撑此机会 把我的军后摸摸清楚 郑主 说过说眼神说一说 显至要把军后给胡不饿 人在阁路 快上 将军 都已经埋伏好了 一个不留 是 居后这里乱鸡 真是辛苦了 这里 是居后的宅院 上次来去匆忙 也没四处逛逛 今日七夕 又风如此盛景 如果可以 我们一同走走 这是臣一位老友的宅院 现在 还不太方便 带城主去见他 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我挺方便的 臣不方便 城主少汉无躁 将军 一干人犯 均已复发 按您的吩咐 当兵的杀无赦 还有一波向百姓的 留下待审 还有百姓 回城主 说是灾区流民 在您的磕正下 被逼得走投无路 方才前来行刺 打将军 打将军 俺们的地走了皇宅 又没空气吃的 客气查水 必得走投无路 就这么是一步 去空气吃公平 去打将军 找尾 打将军 打将军 俺们的地走了皇宅 又没空气吃的客气查水 必得走投无路 就这么是一步 去空气吃公平 去打将军 找尾 俺们拥护打将军 朝廷的事 你们懂个屁 实话实说 到底是谁教你们的 没人就来 俺们是为民出汗 有你们的口音 又说遭了皇宅 你们是临州的吗 是的 大将军 半月前 已经拨了赈灾款至临州 你们竟不知道吗 国库都空了 哪来的赈灾款 赎金 苏蓝的盒子里不是银票 臣不知啊 所有已经丢了吧 丢了就完了 连里面是什么都不知道 还是不还给救啊 不说是吧 拖下去 斩了 冤枉 冤枉 那是冤枉的 大将军 他说不出来了 你说吧 是 是 我 我们不是灾民 古庄自治愁好不好 也疼我们没关系 我的事是无语 顾 顾远婷 二叔 杀手一般都是航武出身 自杀失败 未免累积族人 往往都会自尽 你们几个为了办成灾民 栽赃成主 以替幕后之人脱罪 势必不会轻易救死 用来审问 岂非正好 将军也不必笑得太早 顾远婷在居然城 还有个世人手 那也要看他 能不能回得来了 军后 你诸多安排 为何不同本城主知会一声 世辰疏忽了 事态紧急 需速战速决 才能将一切 在城主回城之前办土 你为我铺路 却不让我插手 甚至 连事情的始末 都不让我知道 此地乃我大军后方 我借与城主 蜜月之行 引蛇出动 为了顾远婷 竟敢冒险突进 让城主一袭 好在我已将其 势力斩断 到时候 城主只需要将顾远婷 在军安城的势力当平 便可彻底跟出 最后果然勒听手段 顾远婷一打入死楼 他虽然承认了 连番刑刺之事 皆是他所安排 可是城防图被盗一时 他却没有认 也就是说 还有别的势力 在我眼皮子底下作乱 朕无法断言 先生 侯爷倒了 吵架的官兵很快就到 咱们该走了 将这个送到顾青子眼前 务必让他亲眼看见 是 走 走 撑主这是想什么呢 我在想 你从进入我城主府的那一刻起 就是为了今日 城主应兵 臣确实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看来 是时候该告诉你一切了 城主请跟我来 城主 站住 与军后相比无关情啊 我还先给你送回屋里去 站住 既然军后开成不公 那我也有话直说 这个 是我从你府邸里偷出来的 城主随我到宅子里 我给你解释一切 你 这是建立一栋外宅供奉我爹 还跟我爹的牌位喝酒 这里就是城主的宅子 城主在生前 在各地都建有这样的宅院 我可不是 我能不能不能 你 再拿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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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臣就是来告罪的 别跪 别跪 搞得跟我要家暴你似的 君臣之礼不可费 臣当日强行嫁入城主后宫 是为了以君后的身份 帮城主清君资 除宁臣 未曾料到竟是城主不快 还请城主责罚 你的不是 只有这儿 还有 臣探功冒进 不惜以城主为二 让城主万斤之取受死 还有呢 臣 臣袭衣不经 振钱受伤 拖累城主 实属无能 你是无能 你仔细想想 你驾驭我之后都干了什么 该干的不干 不该干的你全包揽了 臣懂了 你终于开窍了呀 你是无能 你仔细想想 你驾驭我之后都干了什么 该干的不干 不该干的你全包揽了 臣懂了 你终于开窍了 我有国法 家有家规 臣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按军法 应处编刑三百 请城主 精字掌精 城主 城主 小小气差不多了 累化的身子可不好了 城主这是在干什么 是我诱着头快 他这是在给将军 使脸色 用军边威慑将军 太困难了 让他发现一下 你 白雅 白雅 是 臣这就去 城主与军后 联手铲除了顾远婷这个毒瘤 是该庆罪兴者 不 本城主要吃的是 西游 七 一 军夫拿回去吧 将军 退下 这一辈 带我二路 进天地的誓言 游离在黑暗中 破烂 不清 过 幻子 一生 天死人如彩虹 装进我怀中 滴滴眼就心动 这一辈 为你 断送母命 没输缘 为你一往而生 为你奋不顾身 请请我一生 换你安稳 换你一个人生 ilik 为你一往而生 为你奋不顾身 为你 又尽 所有 换你 想要 之隐 一我二人情缘已断 往后于世 各自 安好 你一生 为你一生 为你奔波不上 为你奔波不上 为你用尽所有换你相 成主今后脱离 无上无痛苦你一生 你 成主 成主你干什么 你别管我 哎哎哎哎哎 都是陈的剧策 成主前进之去 万不可伤害自己 谁伤害自己了 以为疯了本成主可没疯 我 顾清姿 后宫家里无数 多一个令知不多 少一个令知不少 是你不配 那成主最主要 成主 是为了这个 混都离了 还要这个情缘节干嘛 给我 我要把他扔了 给我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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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 前军后 你可以走了 你不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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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她 别哭了 哈哈 哈哈 你知道吗 那时我看到他 爪着疾伏坐在我寝宫的样子 我心里 第一次跳得那么快 你懂吗 我懂 你不懂 啊 你 你以我坚定生死契运 自愿成为我的安慰 我也开心 哈哈 哈哈 但没有他陪我一起 驾马车充充充为那一幕刻骨铭心 哈哈 他为护我 中伤将死 啊 将兵符塞我的那一刻 啊 啊 我心都碎了 啊 啊 当时那一点我真的没有救活他 啊 我真就一冲动随他去了 啊 我爱他 啊 可能什么都感受不到 哈哈 啊 成主好 成主啊 成主 我们都感受得到 我们感受得到 啊 真好 哎不对 李隐之他眼下脾气臭 成主别放在心上 您坐在大卫上 要什么美人没有 我们家强肯定比他强 六小兄弟们 对对 成主 成主 工医成主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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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作美仙 你 我 我 就 你 啊 我 虽然 我 为你花开漫长 为你一往而生 为你奔不顾身 请请我一手换你安闻 换你一个转身 为你一往而生 为你奔不顾身 为你用尽所有 终究是我错 是我没有早些认清自己的心 是我太过愚动 是否不知该如何告诉他 为你一往而生 为你奔不顾身 为你奔不顾身 为你用尽所有 换你想要大人 终究你无相 不顾你一生 大女子主义 你摸头 幸亏没跟你在一起 在一起也得分了 小男子气 斤斤计较 我也庆幸得很 万幸咱们俩 什么也没发生 好 哪怕是真发生了什么 你也可以当做 什么也没发生 反正你的责任 也就是在口头上好老 你什么意思 林飞燃 到底发生没发生 我就不告诉你 让你猜一辈子 程勇 把车备妥了 咱们走啊 你俩不再道个别 老死不见 老死不见 万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 罢仇罢物 城主早朝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臣有事 蒋万城主 何时将数前军后的钱 还了 城主荣禀 不是臣想催城主 只是臣早前借了些羊高丽 现在眼看倒气了 如若还不上 臣就倾家荡产了 顾远廷把持朝政多年 贪墨税银 令国库空虚 还请各位再等等 只待追回赃银 就把各位的银钱都补上 怎么记得不上 盐上说 您刚刚说的是什么羊 羊高丽 所有的大臣都见了 快去查一查 到底什么玩意儿 将军 赵何事 听风楼情报 从安乐侯府密室中 找到了这个 紫金社也叫紫钱家 是近年来新崛起的江湖组织 专门做放杨高丽给朝廷官员的勾当 没想到 顾远廷与此事也有关联 杨高丽一般有家义双方 有的时候还会有行钱从中牵线 可这份凭证 尚却只有紫金社一方业 我上次搬成绑匪 也是为了调查紫金社 还有 顾青兹也在过问此事 而且已经打听到了紫金社所在 来看一下 慢走啊 就是这儿了 当查官员们还是手不紧的 都会来到此地 由中间人牵线 一手盖张 一手拿签 老宝 老宝 快来 哎 来了 来了 哟 两位客官投影回来 我家小龙君 偷操出门 大家出来点新鲜的 亮给 哎哟 两位贵人 哎呀 压作有请 来 姑娘们 来啦 做的好了 公子 好好招呼 公子 公子 来 吃饭个酒吧 公子 吃个桃子 姐姐 保持距离 我就是一小丝 我肚子好痛啊 去吧 等一下 小郎君 喝酒了 好好好 姑娘如此漂亮 为何会在此处 小郎君这话说的 这金安城 虽说是女城主当权 可这江湖上 还是爷们在打打杀杀 我们支持女流想要虎口 只能如此 这男女地位 几时说转就能转的呀 嗨 说那些做什么 小郎君 可有婚呗 婚了 有离了 离了 当君长得 如此尽巧 那位瞎了不成 你怎么知道 瞎了 瞎得不轻 嗨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嘛 我陪郎君喝个交杯酒 郎君 就当再婚了 我罚了 你们都退下吧 少赢照发 是 就是 就在附近 给我搜 你是 你 你怎么在这儿 是 浪君 有人 哪个不长眼的混蛋 滚 妈妈核时买了一位 这么漂亮的小娘子 我错 我错 录录 录 populations 你别误会啊 我还不是为了救你 虽然我们爱情没了 但是君臣之情还是在呢 多谢承受 在此大救折 你为什么会来这儿 你这么说了 你我也要合理 我 你也知道 你居然好这口 我没用 闭嘴 负心汉 你看吧 在也让坏了牧总管的好事 他们抓不到人 你们都杀不了你的鞭子 小狼君伺候好了 这位狼君 可否要再开个雅间啊 不用不用 我们一起就好 你我还会吧 狼君 又有人 长者 打扰吧 你肥人 你叫我 你 我 自己 我 我 什么人 敢干是我紫琴社的买卖 给我追 是 这严尚书负责科卡 眼下就要开恩科了 但竟敢把关于给押出去 关于给我 好 给你 今天怎么这么听话 城主还是不要插手紫琴社的事情 子弟微信 云菲燃 送城主回去 将军莫不是还没睡醒 以为自己还在军中 云菲燃都要听你的命令 将军说得对啊 城主 就是 你说什么呢 紫金社组织庞大 内部情况复杂 城主 万某在涉足其中了 田尚书 刚刚胜任尚书 却能被他们拿捏 朝中一定还有很多他们的势力 我们务必读读观察 你在教我做事 回府 刚刚我俩真挺默契啊 抱歉 默契也没用啊 按不开窍啊 关于呢 李玉枝 李玉枝 顾青子 我定会回护你的周全 按照先生的布置 颜尚书已然被我们逼到了绝境 观音也到手了 谁是为那航空出事的贼人夺走 他还会回来的 先生的意思是 悦人都是如何捕捉猎物的 要先打开网 猎物才好往里钻 属下鱼顿 请先生明示 明日发一张招人的告示数据 我们请君助 说说吧 都会个什么特长啊 赏乐 听曲儿 看舞 与美人 月下小拙 我看你是走错地儿了吧 咱们这儿 可是弹奏唱曲 跳舞陪酒的地儿 反过来我也想 那咱去留下吧 倘若不行 也把你调教系 这个 以后就是你的花名了 拿着这个 找内务总管报到去吧 诸位在江湖上 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今日能来紫禁社 共商同盟大事 是我的荣幸 在此敬各位一杯 先生客气了 愿意为先生效劳 行 行 不过这郡安城 自女城主继位 就愈发不堪 男女导致 女娶男妻 藏真荒谬 如今 我紫禁社要带整个江湖 将这天下 整肃成精 愿意为先生效励 这些女子 都是我紫禁社之物 请诸位自行挑选 就算是结盟送上的一份玻璃 先生太豪爽了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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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这个 我 等等 他 我要 慢着 我以为这是谁呢 原来 是清风楼楼主吧 行接着 捣腾小道消息 混了点江湖地位 怎么着 现在还学会仗势强人了 你不服 不服也憋着 你 你 有有有 曹王主 莫及莫及 咱们家姑娘多了去了 给清风楼楼主准个客房吧 先生 也没听过这清风楼楼主啊 清风楼在江湖上的名气 虽没有那么盛 但行走江湖 谁离得开情报 我选朋友 挑的是价值 不是蛮利 是 只是没料到 楼主竟瞧上了他 放下来 别以为你戴着面具 我就认不出你了 听风楼主 撑住 没想到我的前军后 在军中是鼎鼎大名 在江湖上 也是大名鼎鼎啊 我可以解释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中海有声 那来吧 我可以撑 还不够吧 挺够的 莫总管关上 让我们在这儿听着啊 这还用问我呀 不信任呗 结盟是大事 自今社自打立足江湖以来 就从未漏过自己的家底 看来这次看得见的 怕是要明争喽 哦 是这样 怎么有动静啊 郑主 你 能不能像云贵妃那样 叫两嗓子 下来都是妃子叫 但郑主叫像什么样子 要叫也是你叫 真不会 不会是吧 那本城主教你啊 我 这姓娘子还不是一般人啊 啊 好 啊 啊 啊 Sawyer Evercade 啊 走走走走 ствие ق 真戒气 诺 怎么样 舒淡吧 我跟你说 这可是我的独门秘笈 一般人可享受不到 原来是这样的活啊 我俩我的秘笈都拿出手了 你也该交个底了吧 不然 别想下我的床 我在被老城主收养之前 一直就替听风楼做活 后来兴军打仗需要情报了 便顺势将听风楼楼主的位子 拦了下来 原来你们背地里暗戳戳地 搞了这么多 曾经 我也是以为 你还像三年前一样 被顾眼听控制 后来 入了城主府 才发现 你并非如此 将军一细话 让我想到了一句故事 什么事 桃花潭水 深千尺 不及将军送我情 看来 世人对咱俩这局面 早有预言 重今往后 万末在万人面前行事 好 我指引给你听 好 二位 先生有请 先生 楼处已带到 楼主这春宵一课 比旁人都尝了几课 看来对我的安排 是比较满意的 上课 楼主请上座 黄花坐得好 下去领赏 黄花 跟我去领赏吧 既是我的人 那我在呢 自然要有她的一席之地 坐吧 你 还不到酒 是 我进入楼主一杯 先生 抓到个惊喜 等下来 我乃当朝太夫 提案的外甥 我乃当朝太夫提案的外甥 先生 抓到个惊喜 带上来 我乃当朝太夫提案的外甥 可谁是寻非杀 拖下去处死 慢着 启阳虽然倒台了 可他的外甥 却还陪在城主身边 自从城主合离之后 这城主府里 云斐然也算得上是 呼风唤雨的一号手 你说是吧 云贵妃 但是她活着 也死了有用 先前紫禁舍里遗失的物件 尚未找到 女城主派她过来 想必是为了此物 给我三日时间 把她交给我 我定为你寻回此物 楼主相信灵通至此 不愧是江湖首居一指的情报 就当是我为联盟线上的 遗子玻璃 我敬楼主一杯 忘了我了 你干了干嘛 差点就没命了 城主你怎么不等我呀 一个人跑到龙堂虎絮 这可是你的暗卫 是与城主 共生死 吵死了 今天晚上你就待在这里 明天我再找人见你 那城主呢 他不走 我不走 我又城主 闭嘴 让你办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今日 坐你右手边的那个 就是曾绑架 君侯的幕后主使 当日我亲眼见他 逃到的顾远廷侯府 原来是他 君侯 你们俩怎么回事 什么君侯 注意称呼 重主 你又在和他 逆逆娃娃 呸 我这还不是为了 查紫禁社的事情 才和他配合演出戏 满天过海 你可千万别 把感情问题 插和进来 不然这出戏 可就唱不下去了 演戏啊 看这意思 李将军在江湖上的事力 是不容小觑 重主 还是早日 假西沉做为好 这边看来出不去 我还知道有条道 后面有个婚花园 我带你们去 楼主 楼主 这是打算去哪儿了 我正要带他 去后院行训 场面破为血型 不适合放在屋里 把花花受惊 那正好 楼主自取行训 皇花走来 有些事吩咐 先生叫你去 你就去 只不过要记住一点 他虽卖身于此 却已经是我的人了 怎么办 江湖中人 都未见过城主真容 只不过此人的底细 尚未冒清 我不能走啊 万一他认得我 也认得城主 我这一走 城主不惨了 你倒是对城主很忠心啊 那是 城主 竟然跨我是他的心服 我有件事情 要向你请教 你说 我们找个隐秘所在 先生 上次问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 怎么称呼 你比我年长 可以换我小卫 我怎么就比你年长了 好吧 小卫 你长得还是挺水嫩的 下棋讲究谋偏布局 从一开始 心里就要想好全局 否则一步错 步步错 满盘皆落索 你谁的此物 我有一些叶书 你不思考一下 不过是完了 输赢都是一笑罢了 局势不妙啊 好 你可以走了 不玩了 那下次再约啊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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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前你靠李尹之扭转了局面 好不容易让你们合理 你又攀上了听风楼主 你干嘛 我注意承主 身心都中雨 是有心事承主的 是 可以不能给你啊 快点过来 没听见 你大点声 这又没人 什么情况这么机密 非要用意念 我是要问你 我该如何挽回顾情思 那你可问对人了 三军 问一个 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你有没有躺过恋爱 我跟城主 躺在一起 有说有笑 算躺过吗 我的大将军呢 到时候聊个天 就算谈恋爱了 那我可是城主的心肝宝贝 我 你别激动 是你要向我请他 还请自教 我们城主 虽然看起来 对后宫所有美单都一样 但唯独一人 他是捧在手里怕吊 含在嘴里怕画 就是你 那 那我应该怎么办 简单 照猫画虎一下就行 爸 我就牺牲一下自己吧 教你几招 想追人嘛 你得这样 这样 再这样 女人 你让我 坐立又难安 欲罢又不能 哈哈哈 哎哟 楼主这审讯 颇有些趣味 没见过 哎呀 没见过 这是我城主府后宫的独门秘捷 你得偷听 楼主笑他 哎哟 我可没偷 我只是路过此地而已 你俩什么也没发生 我呀 什么也没看见 告辞告辞 告辞告辞 大侠啊 你看看你自己的表情 比如说女人了 男人看的都腿软 表情是有点克制一下 我知道该怎么做 哎 你等下 拿着 拿着啊 女人是要哄的 送点花再配点草 再抱一微笑 你识的子物 和父亲有关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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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 识病 不疯了 还在认识 妥妥妥都大事 那个花 你不得把花 不是有来祭奠云飞燃的吗 云贵妃 你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你告别 你让我去哪儿再找一个 这么善奸人意的贵妃啊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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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飞燃她没死 这花 是你送给我的 觉得没发生过 没发生 你 关于营救云飞燃 我是这么想的 先逼她交出言上说的官业 然后再让她透露出 你已经盯上了紫禁舍 到时候一番言行拷胆 她势必会说出一个 不存在的味道计划 此季会让云飞燃吃些苦头 但也能逼紫禁舍提前动手 到时候 水方只要仓皇行事 势必会露出破绽 然后我与大军里应外合 一举将其找面 撑出去的怎样 好记 老主这刑讯手段够雅致的 宫里出来的 没见过世面 要是给她用些江湖手段 像这种绣滑枕风 一碰就断气了 老主说的是 废物 这都能弹错 传黄花来 是 先生 黄花已带到 今日我与楼主行讯细作 你弹琴祝个姓 不会 废物 过来 楼主这是何意 我的女人 你们也敢舍 我都不敢对她那么大声音 你们算是个东西 就是 我扛不住了 扛不住了我招 我招我招我都招 快放下来吧 顾青姿看上的 果然都是废物 你怎么说我都行 随便要唬住我 别伤了我城主 还不招 我说我说 是城主派我来的 颜尚书因颜高丽 坚守自盗 被城主所察觉 我的人跟了颜尚书一段时日 都是那日 他要去子行社碰面 便跟了过去 夺走观音 观音呢 藏于我的一处私宅 私宅 带路 走 人都走了 大夏这戏还没唱过啊 演戏我不会 我为你弹奏一句吧 你给我弹奏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自己弹奏 你不要对我 你不要对我 我自己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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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的 人便会 你不认真的 不给你 金戈提马 寄吞万里如虎 这是将军府乐师 所做的大背负 讲的是两场交锋 万里酷 好了好了好了 我灵魂说好 伸说这好了 我们一起弹奏一句 你不是说 你不会弹奏 会 只对你 你等等 我给你找找 肯定就在这 怎么还没找到 这到底是不是你的私宅 自然是 只不过我平常都住在城出府 这地儿 我确实不常来 你再等一下 你们要找个光业 我可以走了 好 这就给你上路 站住 不是说好不杀我的吗 你们总不想信我 先生说不用让你回去 便是让你这个人 不再出现惹他厉务 我警告你 就不要逼我 我说过不打女人 但不代表女人可以打我 你倒是动手啊 废物 他不打你 我打你 让你知道 什么叫暴力 我说过不打你 我打你 我晚会 我说我不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这样点示一下 动物之间表达喜欢的方式也是这般 我表达喜欢的方式也是这般 青子 我爱你 城门下 你驾车敢来救我 驾 你在山洞里 彻夜不眠救我的那一刻 七夕景 要当见的那一刻 都让我刻画的心 直到你离开 我才发现 我舍命也想要护你的心 不仅仅是因为撑出的一招 都是因为我爱你 我想再给我一次机会好 让我好爱你 我可以想你 好 我会等一等 为你奋不顾身 我奋不顾身 请我一生换你安顿 换你一个转身 为你一往而生 为你奋不顾身 为你用尽所有 换你想要的真 第一人就决定 护你无伤无痛 护你一生 相继派你来探 知道你们金领如山 可以不用这么拼命吧 你看看 女孩子瞎的 留了八个怎么办 反正打仗流血 是我们应当应分的 守护你们是职责 拿出来说就是炫耀 不是 你还记着呢 一时气患 何必放在心上 你要是还觉得别扭 你就说我 说什么都想 我绝不还罪 那我直说了 云菲然 你这个人 生得比女子精致 养得比女子高贵 看上去娇弱风骚 一点都不靠谱 说起话来 尖酸刻薄 拒拒扎心 可我 我 我 我就是 看上你了 我 我 帮你了 我 我 我 当然 乌女 也跑了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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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此事不可惊动听风楼主 他也将那贱人视为自己人 是 先生 睡了吗 还没 别睁眼 听我说 当年 你带兵对抗外面的柴狼 而我在床内 和场中的虎豹相对 战报一个个传来 有好 有坏 不知何时 敌军就破了仇 也不知何时 顾雁廷就会对我下手 是我不好 不 顾雁廷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 是因为我故事无忍 杀了我 他就能继位 但一祖训 如果有了军后 但我死后 这位子就是军后的 也轮不上他顾雁廷 所以 你就扶持了齐阳一脉 用来对抗顾雁廷 嗯 齐阳野心最大 对仇雁后宫之事也最为积极 所以我就顺了他的意 把云菲燃令为贵妃 也是为了能让他和顾雁廷相抗 但军后之为 我不会轻易给出 只有他俩互相牵制 我才能撑出局面 那 那些南非呢 其实他们 都是我的暗卫 我用贵妃作为皇子 与他们签订生死期 这样 他们护我周全 而我也承诺他们 若是有朝一日 天下长安 我许他们荣华富贵 并放他们自由 从今往后 我来护你周全 我来许你天下长安 就算我们浪迹天涯 也要在一起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余生 请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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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一案将军吩咐 留住于府中 将军 按线急报 这是什么 江湖令 江湖 就是在占多数头脑王派 达成一个共识后 向全江湖广而告知的命令 收到令牌的江湖人士 不得不遵照之心 什么呀 只能比我圣之口 一啥啥啥都大 青江湖之力 朱沙 顾青姿 青姿别急 我能不急吗 现在全江湖都要杀我 我找他们惹他们来 他们知道顾青姿是谁吗 他们 知道我 你闻的是什么表情啊 好像已经开始怀念我了一样 你不用管了 我来帮你注意 是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关于这个江湖令 我有情报密报先生 你密报 开什么玩笑 去去去 赶紧走 小薇小薇 我真有情报 我 放他进来 你想干什么 给你看个东西 你都知道了 这个 是我爹留下的 你的手腕上也有一个 那日 你让我叫你小薇时 我就知道 你是他的 住口 别说出来 我是不会认你们的 既然 我们有这层关系 话就好说了 没什么好说的 给我滚出去 别逼我动手 你看看你 没轻木秀的 凶起来也不猙獰 这个紫禁舍嘛 也适合我的口味 这样吧 我们各退一步 你撤了你的江湖令 我 特许你在军安城迎生 只要在我军安城陕下 你 就是江湖老大 怎么样 各退一步 嗯 把军安城切给我一块 让我满足于眼前的 迎头之力 始不于此 可不是迎头 猪头都有了 我没记错的话 顾远婷就是被你这招 缓兵之计一拖再拖 宇齐阳消耗多年 最好败在林尹之手下 你是不是把我也当成顾远婷那种处货了 你是不是把我也当成顾远婷那种处货了 莫吉 是 把他给我赶出去 我 我 走 先生让你走你就赶紧走 少在这点点不准 我 小心我赏你个痛苦 莫吉 帮他们走 走 说了让你不要出头 怎么这么不听话 不出头如何谈听消息 我小小的刺激了他一下 他连底都透给我了 他用杨高丽拿捏朝廷官员 到处宣扬我适得 又用男尊女卑大肆煽动江湖草莽 为的都不是我的命 而是让我疲于应对 手足无措 他的杀招还在后头 我在 谁也动不了你 大侠 你这是越来越会说情话了 我为他还多着呢 你要好好挖掘 秦枫 方才那个就是你的暗线 他还偷单呢 抓见他好几次都没有兴趣 花阳城撕毁一盒兽 出兵了 这就是他的杀招 花阳城有多少兵力 有谁能比我更清楚 我按兵不动 他能如何 不行 你必须处兵 先是城防图流失 如今花阳城大军压境 你若按兵不动 他必能靠杨高丽所牵扯的朝臣 煽动舆论 将你罢处 这样 你听我说 过眼庭刚倒不久 我还未计收复失地 朝中官员大多摇摆不定 见风使动 我这个城主已经是形胆引致 若连你也未信扫兵 那到时候可不能保证兵权 会不会落在紫禁舍傀儡手中 如若除兵 单单依靠军安城的兵力 恐就再也抑制不住这些江湖势力 好 那我就在出征前 打平了这紫禁舍 将军慌了 举步伪劍 只好破释沉重 你无凭无证 带兵冲入紫禁舍 只会老人恐识 责人弹劾 一样会对视兵权 不过 我有一计 可以让你理直气壮的劲 理直气壮的粗 只是 希望你配合我演一出戏 咱们演的戏 还爽吗 大家拿好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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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一窗 来 明天 楼 不讲道理 若是放马冲进来 咱这紫禁室的账策 和密信 可就藏不住了 想不到他为了顾亲资 竟沦落到如此地步 亲手获适 听风老主呢 回先生 上下都找遍了 没有见到老主 那黄花呢 黄花是找到了 他说他打扮一下 才能下个死 现在给我把小白脸交出来 要不然 拿你们记轻 三 二 谁这么急找我呀 你可算是来了 赶紧的 我也不敢问您什么身份了 把这位温神 赶紧请走吧 我要是能哄得住他 那还要找何离啊 我跟你说 他这人心黑手蜡 杀人不抓眼 实在不行 把龙珠请出来挡一挡 那也得能找到了人才行 不是 别说了 你赶紧去去案子才好 赶紧的快 去案子 你可算是来了 你总算可来见我了 将军 你听我说 我不听 听吧 就一句 曾经 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摆在我的面前 但我却没有珍惜 直到失去 才准备墨迹 如果上天 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会对你说三个字 复 婚 爸 如果给这个话 要加上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我能希望你 来人 给我松出小白脸 谁倒杀谁 顾青磁就在这里 给我上 杀顾青磁 我 是 我 是 我 我 是 我 我 是 我 我 我 岳飞人 岳飞人 哭起来 再想一次 我哭 以后都没有哭 岳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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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饶了我这一次吧 为什么 我们不是说了 各退一步吗 你为什么非要选择 两败修胜 今天这种局面 你满意了 我记得你 我还想让君爱 成内要外患 让百官觉得你 得不配位 让天下百姓知道 这个位子 女子坐不得 因为爹偏爱你 把什么都给了你 你误会了 我没有 我从小到他 没有得到过爹 一丝一毫的照料 都是我娘一个人 把我拉扯的 我甚至不知道 自己的姓氏 也不知道爹是谁 为了找他 我们千辛万苦 来到军安城 我不过才见他一面 他就将这个给了我 然后再次丢下了我们 从那以后 我娘便走了 我孤苦灵天 没有人再爱过我 若不是因为他如此偏心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应该是我的 包括成主之位 没有人不爱你 是你视而不见 没有 没有 你们连我的存在都不知道 他的东西换你 去牢里反思吧 来人 在 站下去 站 走 放开 走 放开 杨高丽的凭证 我已尽数收缴 我不会说出上头 都有谁的官印 也不会将之销毁 牵涉其中的官员 往后如果好好 为朝廷办事 此事我可以一辈子不提 如若不然 你们自己好好 电量电量 成主圣明 云贵妃 在此次青江紫禁设行动中 不幸遇难 追封示好 真贵妃 李将军 相父将等功臣 稍后 一并封赏 臣 不要封赏 臣请城主 将云贵妃排位 交于臣 臣要带她一起 行军打仗 好 臣也不要封赏 大将军 要跟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 臣什么都不想要 臣将再次为城主出征 此战之前 臣想当着这文物百官的面 表明心结 臣爱城主 带臣大将回来 希望还能再加城主 再做你的军号 好 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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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老臣无能 此毒 无药可救 他的东西 还你 别哭了 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我想看你笑 别说了 你真是累了 不会有事的 请自 下辈子 我还护着你 爸 我要这辈子 我不仅要这辈子 我还要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们永远都要在一起 请自 我也放不下你 这些万年纪好 向晚清他先知 领不起这个兵符 十五万大军 你还有另一名人选 还有 如果有用得到挺风浪的地方 就拿着我的面具 去找清风 还有 军后之外 不能控制太久 我不许你常说 我说了 你不会有事的 照顾好自己 可能是最后一句 照顾好自己 别让我担心 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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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过需要天下长 如果和我周全 如果永远和我在一起 灵芝 灵芝 你骗人 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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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洩 腆芝 平 你想要交换什么 自然会说 你就这么自信 我会顺了你的心意 因为我知道 在你心里 什么最重要 你不是为了夺回亲情 更不是为了匡复正当 亲情和正当 都只是你举起屠刀的利器 你真正想要的 只是城主这个位子 既然你都挑明了 我也不客气 你立刻写善未证 天黑前 连你只可能还救得回来 善未证书 还有可以让你顺利登基的罪纪诏 都已经准备妥当 城主 将军不会同意 您为他放弃军安城 我自己愿意 管他同不同意 王军不见信号 死也要让他伤 盯着他 是 顾情姿 我先前是小乔女了 不愧是和我有相同血脉的姐姐 我的血脉 你高攀不起 还不放下 你面前的可是城主 放肆 放肆 你这是以下犯上 我可以捉你九族 等你登基了再说 我可以捉你 不愧是無分undi scal 怎么办 一拜天帝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之前在大殿上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你 谢谢你 但是 你做不成我的君后了 臣 我 我从来想做的 都不是什么君后 我做君后 只是因为你是城主 现如今 你既不是城主 那就做一个普通人 这城 就给将士们去守 而你 你 我朋友 你 你 看这个 都不得我 那 都不得我 我就 向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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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环的人 我爹 就是差不靠谱 让你误会 多多包涵 来 坐 郑珠请坐 你坐 那好 一起坐 嗯 不害怕